《徒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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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各位 我们现在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基督徒 要认定是与非 各位这里圣经怎么说 我们再回去读一下 这里第十节 使你们能分别是非 做什么 做什么 诚实无过的人 各位 这是很关键的 这里说到 我们在神面前 有一个很关键的责任 这个责任是 与我们灵性的健全很有关系 就是要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 各位我们人 跟动物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 我常说 我们人有神所赐的一个良知 各位 多若自人也有良知 各位我们读罗马书二章的时候 说到什么 犹太人他们有神的律法 他们是按着神的律法受审判 但是我们外邦人没有神的律法 我们是按着什么 受审判 按着我们的是非之心 就是良知 是与非之心 来受审判 所以每一个人 不管是你认识神 或者不认识神的人 我们都有一个良知 我们里面有一个判断 是与非的一个基准 一个机能 所以我们人性 人是不是单单靠 为了生存而活 或者靠本能而活 对不对 我每次说过 我们人是有一个是非观的 我们有一个是非 比如说我们肚子饿了 这个是本能 我要吃 看到有东西 快点吃 就抢着吃 但是你看到旁边的人 还没有吃 你先吃 对不对 你又没有这个觉悟 对不对 我们有这个知觉 为什么 因为有良心的功能 良心告诉你 还有人比你更软弱 比你更饥饿 所以你要考虑到他们 有没有 这是良知的功能来的 所以不认识神的人 他们也有这个良知 然后他们也知道 这个对得起良心 对得起良知的时候 我人有胆量 有平安 有稳妥 当人他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昧着良心做 就是知道 我对不起我里面的良心 我良心工作 我这样做是自私的 我这样做是不对的 就是这样 各位 他就会怎样 他的第一个举动 是隐藏自己 他会遮盖自己 所以很多有钱人 有地位的人 他们活着很暧昧的生活 但是人不知道 他们暗中做的东西 对不对 但是外面 就是很靓丽的生活 给人看 他做什么很好 善事 还有遮盖自己 所以人遮盖自己 是因为良知已经在控诉他 但是有时候 无论怎样遮盖 人不知道 但是你的心知道 你的心知道的时候 舒服不舒服 不舒服的 不舒服的时候 你自己跟你自己说 错 这个是错的 这个是邪恶的 这是要不得的 这是不孝顺的 还是什么 对不对 你心里面有这个声音的时候 你就会怎样 你受不了 对不对 这个世界的人的做法就是把它合理化 改变一个道德基准 对不对 好像 杀人的人说 没有关系 我杀坏人 这样讲 赌博的人 没有赌博 买股票不是赌博 这是投资 投资 投资跟赌博不一样 所以很多人就改变那个定义 他就特别要 为什么 因为他的良知已经受控诉了 甚至没有神的人 当他的良知向他发出声音的时候 他就折改 不然就是压抑 受不了的时候 他改变他的思想 改变他的道德理念 各位 这个就是我们世界的人 一直做 因为神说 即便你们的良知是堕落的 但是你们的良知也控告你们 你们没有一个人 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 你的良知所告诉你的东西 就算这个世界最好的人 所以 现在讲的是堕落的人都是这样了 所以堕落的人 他们绝对绝对不会接受什么 他们绝对不会接受 神绝对不变永恒的真理 因为这个绝对不变永恒的真理 是一切对与错 是与非的准则 准则来的 你不能换的 你不能换他的 就是这样了 男人跟女人 就是解决不能 男人跟男人解决 不能换了 不能换了 对不对 对 你无论怎样 你怀了愿 你无论不方便什么 你不能把它剁掉的 对不对 就是杀人的 所以 这个绝对的东西 已经在那边了 所以很多人不要信基督教 其实你问他们为什么 你问他们其实里面 他们知道 如果我信了基督教 就要读你们基督教的圣经 然后你们基督教的圣经 是不能歪曲的 不能说找一个出路 这样也可以那样 不可以 所以这个地方我做不到的时候 所以他们就等着 对不对 有些人听你们基督教讲的 我的时间还没到 很好 这个道理 很好 真的 但是我的时间还没到 到底是什么还没有到 原来他还在买万支票 还是什么 这些东西 当然我不是说 你买万支票 神不原谅你 对不对 但是你知道那个是贪心 你懂贪心吗 你们基督教的道理 一直叫人不要贪财 但是没有财又不可以 要贪 那个贪又出来 所以 我时间还没到 我这样讲 其实是他的良知 在告诉你 如果你接受这个道理 你没有办法了 你这些东西不能做了 不能再做了 你们明白吗 所以这是世界的人的一个做法 所以他们要避免良知的控诉 但是我们信了主之后 这个良心被洗净 对不对 已经被洗了 被基督的血 也被什么 被神的道 神的道 真理进来了 我们人有逻辑 我们人有思想 我们人有思想之后 我们明白了一个真理 之后我们心中就会出现一个准则 那个良知的准则 新的准则就出现了 我们现在认识神了 认识人的罪了 认识天堂地狱了 认识什么是公义的 什么是不公义的 这些东西认识之后 你的良知就向你写明 对不对 那你说这样怎么站在神的面前 我没有办法站 所以主说什么 主说 其实你的义 是基督归算于你的义 对不对 基督死在十字架上 为你还清 你信祂 然后得称为义 对不对 所以这一点你可以平安了 这一点你可以平安 但是当神把祂的道 赐给我们的时候 你就发现了 这个道本身会分别是非 会告诉我们对错的准则 甚至不但是那个我做的事情 甚至我想的东西 我里面 心里面的 我的意念 都判定的那位神 所以在这一点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然我们靠着主的宝血 但是我们在神面前 我们发现 当我们要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 各位 这是跟分别是非很有关系的 你分别是非 然后各位注意听 你才能做诚实无过 诚实无过是什么意思 pure and blameless 各位听 有两个意思 当我们说诚实 神要的是诚实的心 你会不会犯罪 会 但是你诚实 所以 当 大卫他悔改的时候 求主为我 造内理诚实 对不对 这个内理 主所看重的是 内理诚实 我有软弱 但是 我不要在神面前 昧着良心来做事 因为当我不能向我的良心 交账的时候 其实我的心已经对不起主 有某个方面来讲对不起人 OK 所以 内理诚实 然后诗人在诗篇66篇说 我若心中注重罪孽 主不必不听我的祷告 有没有这句话 所以什么叫注重罪孽 就是你 你明知道你有罪 你明知道你这样做 你 没有事 你隐藏起来 然后你让自己 有很多其他的快乐还是什么 用这些东西来分心你 然后不要去管你那个暗昧的事 暗昧的生活 对不对 不管是在钱财方面 性方面 还是什么 你有暗昧的那个 但我注重罪孽 把它隐藏起来 对 这个方面 就是不诚实了 你要知道 你无论怎样隐藏 神知道的 亚当无论怎样遮盖自己 神知道的 神说 亚当你在哪里 对不对 所以 神不是不知道我们的软弱 但是神要我们诚实 我们要在分别是非 是为了做诚实 还有什么 无过的人 谁能够无过 who can be blameless 对不对 所以各位 这个对无过的定义 你要了解 无过不代表你没有罪 但是你在神面前 做一个完全人 就是说 神向你显明的 那个旨意 你愿意顺服 你尽心尽意顺服 但是 神知道我们的尽心尽意 不是完美 所以在《非力比书》第三章 保罗说 然而你们到什么地步 就按什么地步行 有没有 你到什么地步 按什么地步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的生命来到这个地步 你对真理的认识 来到这个地步 对不对 在那个地方 你顺服主 对 你顺服 所以这一点呢 是一个很诚实无过的人 所以圣经 当圣经说 你们要 你们要 完全 如同你的父 完全一样 Be perfect 我们主要说 Because your father is perfect 我们谁能完全 我们每次听这种话 很压力 对不对 所以当圣经 讲这些话的时候 很多人说 我们是靠 恩典称义的 硬性称义的 这些 我们不要去管这样 我们不用管完全 我们没有办法完全 其实这样是不对的 因为圣经明明讲这样的话 所以你要去问 当主耶稣讲 你们要完全 如同父 完全一样 你们到什么地步 就按什么地步行 这些话是讲什么 这些话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人 不能绝对的完全 绝对的完全 只有主耶稣基督 只有这个一个人 是完全的 他担当我们的罪的 但是我们基督徒 主是可以有相对的完全 你们听得懂吗 相对的完全 相对的 就是说 亚伯拉罕会软弱 对不对 神出现 亚伯拉罕 你在我面前要做完全人 他马上复复在神的面前 就是说 神啊 祢请说 我是软弱 我是做错了 我懊悔 但是现在 祢讲什么 我愿意听 这个东西 复复在祂的面前 这个是在神的面前 是一个完全人 神不定祂的罪 神是怜悯祂 所以神怜悯祂 神怜悯一个人 如同父怜悯孩子 怜悯谁 怜悯那些敬畏祂的人 所以这个敬畏神的人 神怜悯祂 如同父怜悯孩子一样 所以我们要追求 圣经讲的追求是 诚实无过 第一是什么 你不要注重罪念 你要诚实 对不对 不要合理化 第二是什么 主啊 我追求相对的完全 相对 祢告诉我的 对不对 我愿意做 祢告诉我 不对的 我悔改 各位 其实教会 如果有这样的人 感谢主了 教会都充满这样的人 没有问题的 只要神的话 那个是非的东西 一讲的时候 明白了 我知道了 我愿意顺服了 没有问题了 对不对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这一点让我们不能做糊涂人 所以你要能够做诚实无过的人 这个环节之前 一定是你要分别是与非的 我跟各位说 当今基督徒的问题是什么 不要去想了 不要管是与非了 所以家里面很多问题 孩子有问题 怎么办 我没有办法 婚姻里面很多问题 很挣扎 很痛苦 有时候教你很难过的事 很痛苦的事 就是在那个地方一直哀哭 然后在哀哭痛苦的时候 你要做什么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有没有在 神有在 对不对 你哀哭痛苦的时候 第一你想做的是什么 你就是想祷告 对不对 你祷告了 对不对 你祷告第一步是对的 因为你呼求神 但是你呼求之后 圣灵一定帮助你了 圣灵帮助你的时候 就叫你清醒过来 好好的想 这个事情 分别是非 对与错 为什么这个事情发生 应当怎么做 做得最处理 最合理 怎么合理的解决 最妥当的解决 然后对这个事情 做出一个见解 这个叫分别是非 你要分别的 你们我很痛苦 我想不到 所以很多人 你看每次去医治释放 为什么 因为他不要想 他不要从神的话来想 为什么这件事情 这样发生 为什么我夫妇生活会这样 为什么跟儿女的关系会这样 这个没有去 不要愿意想 只有愿要沉浸在 那个难过当中 我跟各位说 撒旦就是对攻击基督徒 最容易的方法就是什么 他让你难过之后 怎样 然后叫你shut down 不要判断了 不用判断了 你心里靠主 唱歌 然后叫人跟你医治释放 然后麻醉你自己 但是你回到家之后 你的问题是一样的 你们有没有发现 如果是这样的话 神为什么给我们真理 对神说圣灵要帮助你 圣灵扶持 对 所以我们不跌倒 但是圣灵也叫你去思想 去判断 那个是与非是什么 所以你想清楚之后 你懂 对了 我跟人之间有这个显示 我很受伤 但是我判断了 对 当然这个事情 他也这样 我也有错 还是什么 或者怎样 我有一个见解了 然后我为这个事情 判断之后 然后该处理的处理 交托给主 就好了 对不对 你心里就平安了 你们了解吗 但是你不要走过这一环 你一直在你的受伤里面转来转去 这个东西 你就抑郁了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这一点 我跟各位说 你要得医治 你要得医治 你在神面前 不对 你在神面前 你不要判断是非 你说我坦然无拘 我对神 我坦然无拘 你没有办法坦然 因为你在一件事情上 你很受屈的时候 你怪人 然后怪了人 完之后怪自己 怪自己也很痛苦 最后一定这样的 所以撒旦一定是叫我们 变成这个样子 不像人的样子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人是神的形象被造的 神有思想 为什么我们没有思想 神有神圣的情感 为什么我们常常误会的情感 各位为什么 为什么浪费我们的情感 在一些受伤的东西 几年不能得释放 为什么这样做 各位判断清楚 你就不会成为一个很糊涂的人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愿主帮助我们 我们分别是非 结果是怎样 能够做 诚实无过的人 然后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你做诚实无过的时候 每一件事 我要跟各位说 都有是与非 每一个事情里面 都有神 纯全善良科学的旨意 你知道了 你按着行 然后交给主 你一定平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